大家好,我是斯蒂粉 我们在上节课中呢 梳理了一下我们在编程中 需要知道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部分 那么在这节课中呢 我们将会对整个TCP编程模型中的一个过程的梳理 以及我们调用那些系统函数 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进行一些梳理 大家应该要了解我们的客户端和我们的服务器 并不一定是处在同一台主机上面的 也不像我在我的实验环境中 我的一台虚拟机做服务器 然后一台我的windows 我的宿主机做我的客户端 那么通常呢 就像我们的coco客户端一样 它存在于我们只要连上互联网上面的所有的机器 所以呢 当我的客户端去请求的时候 就有可能出现通信不畅 或者是没有主机 没有我的服务器提供相应的服务 等等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些情况下 它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 那么这就是这就可想要讲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的一个 整体的这样一个概念 整体的这样一个流程 当然首先是启动我的服务器 对吧 启动我的服务器之后 我就会进程阻塞在我的accept里面 当有我的客户端来连接我的服务器的时候 通过三次握手建立 建立了之后 我就会开始去读取客户端发来的数据请求 读取完数据请求之后 经过我的数据处理 也就是我提供的网络服务 数据处理之后返回给我的一个返回给我的客户端一个数据应答 然后当我的客户端结束了他的想要获取的一些东西之后 然后close close之后呢就会告诉服务器端 那么服务器端呢 他就会读到一个0 读到0字节的数据 当读到了之后呢 他也就会关闭和客户端通信的那个套解字 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对端与端之间通信的这样一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来对细节部分进行分析 比如说每一个socket 每一个bind 这样一个函数 它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部分 下面我们来先看socket 那么在我们的socket的函数调用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域 这个我之前已经说过 那么它还有一些什么域呢 像我们的afenet 它是IPv4的协议 那么如果用afenet6呢 那就是IPv6的协议 我们还有一种套解字 是本地套解字 通常用afenet6或者是funix 在我们的这个ninux系统里面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afpacket 这是在我们ninux里面的一种特有的 对于IP层 对于我们的原始套解字进行操作的 这个在我们之后的过程中 在我们以后的课程中会讲到 那么第二个参数是type 对于这个type呢 我们通常有这样几种 一种是stream 也就是我们的字节牛套解字 一种是数据报套解字 也就是我们的UDP协议的 这就是dategram 数据报 还有一种就是原始套解字 原始套解字 我们可以操作IP层 甚至是数据链路层的 那么他们之间通常有一些什么组合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protoker 通常我们不去关注它 它通常我们置于您 置为您 通常我们把这个参数呢 置为您 那么他们之间通常有一些什么样的组合方式呢 第一个看我们这个表格 上面的这个是我们的协议组 Family 然后呢 下面的是通过建立不同的这个牛的套解字的type 类型建立的这样一个表格 那么如果是fenet和这个sockstream 这个字节牛套解字组合在一起 那么当然是TCP是吧 IPv4的TCP 当然这里是IPv6的TCP 那么这里FNUCLE呢 或者是FUNIX 那么它是可以支持我们本地套解字的啊 可以这样 通常我们的Family是原始套解字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用这个stream 有时候有可能啊 有些在以前的编程中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数据报套解字 和我们的这个Fpacket的组合 但是现在已经不用了 注意现在已经不用了 那我们现在的Fpacket 它主要是和我们的这个sockram 原始套解字进行组合啊 通过来控制我们的以台网报文 那么如果原始套解字 这个type和我们的fenet组合呢 那它提供的就是IPv4的控制 它去访问的就是IPv4的协议啊 也就是我们的IP层的这样一个协议 如果说afenetnew组合 那它就是IPv6的 如果和afenetnew组合呢 那么它就是去访问IPv6的协议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啊 那么所以呢 通常我们建立这种套解字去控制我们不同层次的啊 在我们的分层模型中啊 在我们的四层模型中去访问我们不同层次的这个套解字啊 访问他们的报文啊 控制他们的报文 修改他们的报文啊等等 那么这就是我们创建的套解字 这个套解字也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整形的数据啊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呢 可以去操作不同协议层的内容啊 这么个意思 那么通常呢 这个创建套解字 它一般是不会返回失败啊 然后是我们的connect 通常在我们的connect 就是我们的客户端去连接服务器的时候 有一些错误 比如说服务器主机上 我可以聘通这个服务器主机啊 它的这个主机是在网的 但是呢 它的上面没有相应的端口啊 也就是说没有这样一个进程 去支持这样一个端口 建计服务器 然后允许客户端的连接 它没有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TCPIP协议站呢 就会给我们的客户端返回一个RST 复位的这样一个信号 这样一个报文回去 告诉他 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进程啊 那么他返回服务器返回这个复位的这样一个回应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的客户端还会重发啊 因为有可能往前断来啊 或者是 或者是我的对面不够大 不支持我有那么多客户端的连接呢 等等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服务器的主机IP啊 当我发送请求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出现这个软错啊 比如说 no root to host 也就是不可达 通过我们的路由器 无法将我们的报文路由到目的IP 通常呢 主要就是我发送的ARP请求 它没有响应 没有响应 这个ARP请求就是通过我们的IP地址啊 去寻找对方的物理地址啊 最后来建立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这样一个通信的一个通路 那么这个不可达错误呢 主要是SMP协议啊 SMP协议 就是我们在PIN的时候啊 PIN的时候去找到对方IP 是不是跟我在同一个网络上的时候 用这个SMP协议啊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Bind 那么绑定通常会出现几个问题呢 在编程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 该绑定地址的啊 绑定地址 传长度的传长度啊 IP地址可以选择通配地址啊 也就是我们的点分实践制的表示方法啊 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那个结构里面去啊 端口号有可能为0的 那么在绑定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绑定我这个服务器主机上面有的接口 也就是说 我的服务器啊 有两个IP 那我就只能绑定这两个IP 我不能绑定其他主机上的IP啊 不能这样子的 这个必须要提醒 那么IP地址他这就是选择通配地址 那么端口号呢 端口号为0的话 那么他就会内核啊 我们的TCP IP协议站就会给他分配一个临时的端口 那么这个临时的端口我们怎么获得呢 你是服务器 我都不知道你的端口我怎么去连接他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服务器 有一个函数叫getsockname 通过这个getsockname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协议地址啊 比如说他会给你返回这样一个通用的这样一个地址结构啊 通过强制转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端口号是多少啊 我们的IP是多少 还有呢 在我们的绑定的时候 还有一个通用的错误啊 就是address already in use 这个在我们的编程中呢 我也提到了 我也提到了 就是通过设置我们的啊 计质可重用选项啊 设置我们的计质可重用选项啊 通过这个setsockopt啊 这样一个函数呢 设置 在我们的代码中呢 是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 就是为了防止一个问题出现 比如说我在启动了我的服务器之后 我按了Ctrl C啊 我按了Ctrl C 如果我没有设置可重用的话 那么他再重启的时候 他就会提示这样一个错误啊 他就会提示这样一个错误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绑定啊 这就是我们的绑定 那么监听呢 监听在之前已经提到了一个这个 backlog啊 这样一个参数 当时说了一句话 就是最大的客户数量来访问我的这个服务器的 这样一个对立的数量 那么我们这个对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啊 他在这个过程中 内核会将这个对立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未完成的连接对面啊 另外一个就是呢 已完成的连接对面 那么未完成的连接对面呢 就是当我的客户端来访问我的服务器的时候 他首先会发一个SYM分解对不对 好当他发了SYM分解之后 就会进入我们的未完成对面啊 等待和我们的服务器进行三次沟通啊 三次握手 当三次握手完成之后呢 就会到我们的已完成对面里面去 当到了我们的已完成对面 那么下一步就是通过Accept返回给我们服务器一个可用的套件字 那么通常呢 在我们的这个Ninux中 这个backnog的数量就包含了我们已完成连接的对面 和未完成连接对面的一个最大的数量啊 比如说我设为5 那么他就只能有5个客户端啊 有5个客户端 当然在有些实现中 他是表示未完成的对面啊 如果我已经完成了之后啊 我这个套件字已经返回了 那么我接下来又可以等待有5个客户端来进行连接啊 有不同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个对面就是这样子 分成两个对面啊 这样一个过程 从我通过三次握手 到我完成啊 可以跟客户端和服务器进行数据通信的时候 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这就是在我们监听里面完成的事情 那么这样子讲完了之后呢 其实就是一些主要的一些关键的概念啊 有可能会出错的一些概念 那么在我们的accept中呢 就会返回我们的地质结构啊 等等 好的 那么我们最后来提一下这个close函数啊 close函数 它主要就是将我们的套件字啊 在内核中的状态呢 清除掉 表示我这个套件字不能再进行通信了 或者是我这个套件字不能再进行监听了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close的意思 整个TCP编程模型中啊 我们的客户端和服务器主要涉及到的部分就是这些啊 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呢 我们当我们讲到病发服务器的时候 还会回来来玩这个客户端和服务器啊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啊 我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和一个客户端进行连接通信 对不对 那么当我想要多个客户端啊 同时来和我的服务器通信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好比我在第一课中讲到的啊 我们的百度服务器有那么多客户端 可能同时有上百万的请求去访问他的服务器 那么他会怎么处理呢 啊 这就是我们病发服务器要讲的内容 那么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先将啊 我们传输层中两个主角中的另外一个主角 UDP编程模型 先稍微讲一下啊 这个UDP编程模型呢 在我们有了TCP编程模型的基础上啊 对于UDP那就非常简单了啊 我们只需要写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这样子 对于UDP编程模型的主角